在仁愛鄉 他之前是在我們中路區各大專業院校當講師 後來也在仁愛鄉工作做鄉事務工作 後來在我弟弟文伯 因為文伯要離開我的團隊 他本來是我辦公事務的 那文伯說他想回仁愛鄉 後來我們辦公事務的文伯就介紹師医到我的團隊 我看到師医我就非常的熟悶 因為第一個他是我們學歷很高博士 第二個他太太是我們中原部落賽德克主 也是我的小孩 所以我就直接就利用 當時師医是在我們立法院團隊 立法院團隊裡面寫一些執行動 但是我發現他好像比較喜歡到箱裡面去廢端 所以做了一段時間之後 剛好他太太秀華應眾 他要回到照顧他太太 後來師医就跟我請教 他說我將來的重心可能會在谷裏 就不在台北 後來我就答應師医到谷裏來 一方面照顧他太太 另外一方面照顧他女兒 要接送他三下水 這個前後差不多有三年的時間 但是我也跟師医講說 你在中部地區 你能夠去會灘 到阿里山鄉 到太安鄉等愛鄉會灘 你也盡量參加 那平常就不要耽誤你照顧秀華跟女兒的家庭 前後三年 後來他雖然台北有一家 但是我覺得他的生活重心 都是在國裡 為了他的太太 為了他的女兒 後來前年的時候 他的母親 是我們師大國文系的教授 那個 晚生的時候 可是我們都有去參加 在台北的西藥地民館 但是呢 沒有兩個月之後呢 秀白也不一樣 秀白也不一樣 那所以西醫可能遭受了 雙重的打擊 然後 也要照顧良姐 所以 就那個時候 我發現他的生活 就比較消極 比較低沉 本來我是希望師醫能夠好好的振住 因為 我們家屬家裡比較多 那因為西醫大家都很了解 他醫生呢 可以說非常的豪漫 喜歡跟大家交朋友 也幫我做了很多 公關 公關 那後來 所以 又發現了 這個 六個月因為酒駕的關係 因為忙於家庭失憶 所以呢 那個 關於七角色就打開了 好 所以這整個 整個打擊 這樣 然後 從我這一屆連任開始 師醫可能就沒有在我們辦公室 因為我覺得他的生活重心 因為我們有給他三年的時間 他比較保養錢 然後一直到 上個月 我太太打了電話給師醫 是不是要再回到辦公室來 師醫有兩個 有婉拒 他婉拒 第一個是 他說他一定要照顧楊潔 第二是他說他要幫 蔡連會選現場 所以他就細節我太太的 要求 希望他們會回來 這樣 所以我在這邊特別要把這一段過程 讓我們家屬了解 為什麼師醫離開我們團隊 然後我們在四月還是五月的時候 有打電話給他 希望他能夠回來 這樣吧 那我想 我特別要感謝師醫 第一條 他這個十年 他喜歡在外面 特別是我們中部地區 仁安鄉 西銘山 和平 阿里山 泰安 甚至於高雄 平衡 他不去 他到外面去的時候 除了會堪 會堪之後 他不是馬上回來 跟鄉長他們 帶姚藝人 喝幾杯 喝幾杯 所以每一個鄉鎮長都會 這個呢 他這樣拔山涉水 代表我們團隊 穿穩的帳袍 參加這個活動 我真的要感謝師醫 這十多年來 他真的非常的辛苦 還要自己開車 那第二個 過去這幾年 師醫 我們常常有機會到大陸去 大陸 雲南 惠州 四川 事實上我已經把這個師醫 這個過世的 這樣的消息 傳給了大陸 大陸很多台辦的主任 都打 用電信 微信來傳簡訊 希望我們師醫如何好 他們非常喜歡師醫 每一次我帶師醫去大陸 就看到那些領導 因為師醫也是外省的 在那個領導中 談得來 而且酒量 他們都是靠喝酒 所以師醫在大陸的人員非常好 我今天就沒有把他們今天的 不管是雲南省台辦 還有貴州省台辦 對師醫的一個悼念 就沒有帶出來 但是今天有貴州省 台灣同胞聯誼會 也有奮發過來 所以我在這裡特別的 謝謝師醫 這個十多年 在我們辦公室的一個服務 犧牲跟奉獻 真的很惋惜 也非常的難過 師醫就這麼離開 五十八歲 他永遠是我們的好朋友 不管是在喝酒 不管是怎麼樣 都是好朋友 真的他的個性呢 就是豪邁夫妻 一世五爭 管絶善 沒有什麼心情的 真誠代理 是師醫的個性 那我想說 因為師醫離開之後 他的獨生女楊姐 還好楊姐還有幾位阿姨 跟儀仗都在 還有他一個祖祖 四人都在 希望大家都能夠多關愛 照顧楊姐 照顧楊姐 如果要讓楊姐 能夠做到一個良好的教育 讓她能夠充公 以她發表上的尾號 這個大家會要分擔一下 分擔一下 所以我在這裡 特別 還希望楊姐這裡 能夠 把她忍耐 不管怎麼樣 你還是要堅強 還是要堅強 還是要堅強 要紀念你爸媽 你爸媽一定希望你能夠 對健康的成長 不要想不開心 所以 要能夠記得 幫忙媽媽 對你的 很帶好 對你的一個愛 那最後呢 我希望師醫們 一路好走 安心一路 謝謝大家